最后相名代表会的定期大会开议正值防疫期间 地方的防疫受到代表们的关注 而在地方的资源经费有限情形之下 相名代表陈国正特别免费捐赠大批的消毒药剂 给乡公所来做环境消毒之用 乡公所很感谢 同时也把药剂提报给环保局的评估可行与否之后 再喷洒消毒 防堵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除了公部门更成为了全民新生活运动 如是相代会定期会乡镇总咨询第一天 相代表陈国正关切地方防疫情况 同时也出手协助准备了相关消毒药剂 免费赠送给乡公所 我先给公所各五乡 五乡这个就是150米 如果不够了再跟我讲 我希望说尽量我们 我们瑞瑟乡可以做来前民防疫 不仅如此务农 农塞中文担忧的陈国正 也将自己的农耕水稻等机具 免费提供给相公所 作为环境清洁 扫除青苔防止小黑纹 以及环境消毒之用 总咨询第一天相代表释出善意 提供更多的防疫工具协助相公所的防疫 乡长陈静光也立即起身鞠躬感谢 也获得全场所有人的掌声鼓励表达感谢之意 让原本剑拔弩张的义士殿堂 顿时凝聚了所惠的防疫共事与力量 不过由于环保局针对了环境消毒药剂有所规范 因此相公所慎重其见 也将先行向环保局提报评估药剂可行性与否 之后再针对户外公共环境设施进行喷洒消毒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